资本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 1893年 一个身无分文饿了两天的男人 正在捡起地上的离子吃 这时有人喊他 男人抬头一看是两个富豪 站在一个漂亮的阳台上 他们想请男人进来聊一聊 男人答应了 这两个富豪正在打赌 他们选中了这个身无分文的男人亨利 想给他一张百万英镑面值的支票 让他随便有 看他是会饿死还是活下去 并打赌说 如果你能在一个月内把这一百万归还 你就可以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任何工作 亨利拿到支票 恍惚了好久 他决定先去吃饭 结账时 他拿出那张百万支票 店主懵了 低声下气地对他说 这钱我们找不开 这一餐给您免单 还直接给了亨利无限记账的权利 亨利离开餐馆 路过一个裁缝店的镜子弦 看自己穿得又脏又破 于是他决定去买件新衣服 结账时 他又拿出那张百万支票 店员直接吓哭了 店长过来看了看支票 批评店员 怠慢了男人 于是给男人改了一套超华贵的衣服 还免费送给他三十多套 又听说男人没地方住 还给他介绍了一家可以奢账的豪华酒店 就这样 亨利一路免费支柱 成了当地的神秘富豪 还顺利的进入了上层社会 过了不久 有个人找上了他 想借用亨利的影响力为项目代言 当人们听说这个神秘的富豪 要在某个项目投资时 瞬间这个项目就被买爆了 亨利一分钱没花 从中赚了一百万 一夜之间从假雄人变成了真富豪 这是百万英镑的故事 听起来荒诞又离奇 但却折射了一百年后世界的真相 人们只在意你又没有钱 而不在意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